Hello,大家好,我是Tina讲,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终于要来分享我的Notion使用方法了 那今天的视频主要分为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是如何使用Notion的 第二部分就是Notion的简单介绍和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就是结合自己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如何搭建属于自己的Notion系统 内容很多,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零食哟 第一部分就是我是如何使用Notion的 关注我的小可爱可能知道我也是一个手杖儿 所以生活中呢,我是Bullet Journal子弹笔记和Notion一起使用的 虽然呢,Notion也可以实现子弹笔记手杖的记录 但是手写的温度和感觉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还是喜欢拿起笔来写写画画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Notion主页 这个主页的设置呢,是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搞定 是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设计的 模板呢,我会免费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最上面的两栏呢,是每天要用的东西 就是日检查和每日的复盘 日检查呢,就是看一下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我一般呢,会在周日或周一开始的时候呢 把脑海中所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都写下来 然后呢,一个一个安排在这一周的每一天 当天呢,就可以看到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呢,把详细的计划写入手状中 开始一天的任务 一天结束后呢,就开始检查任务完成没有 把完成的任务打上对沟 没有完成的任务呢,可以调整一下日期 在主页呢,可以看一个小的一个预览 在最左边这个地方呢,可以把这个预览打开 因为它也是单独的一个页面 在阅历这一栏呢,就可以看到我每天都完成了什么事情 这样呢,就可以让每一天都有记可循 最后呢,就是写每日的复盘日记 我的每日复盘呢,一般是简单的几句话 或者是突然对某件事有感而发而写一写 然后呢,把心情和打卡打上对沟就可以了 下面呢,就是每年的年度计划了 那年度计划呢,分为每年的愿景 年度的目标 还有根据年度目标制定的任务 除了目标外呢,我也会写我今年想做的一百件事情 把这些任务,还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通通分配到不同的月份中 这样呢,就能知道每个月要干什么了 查看不同的变迁 也可以知道任务的中心在什么地方 任务下面呢,就是医院清单 把一生中想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 到目前为止呢,我写到了第六十三项 完成一项呢,就打勾 还可以在每一项里写一些感想 或者是记录一些照片等等 最后这两项呢,就是周复盘和月复盘 在周复盘中呢,我设置了前面任务的链接 就是在这个里边呢,我就可以知道 我这一周都完成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开始可以写详细的复盘 那月复盘呢,也是一样的 最下面呢,分为了四栏 分别是工作,生活方式,学习和个人 比如视频制作呢,我就放在了工作中 在里边呢,会写一些视频的脚本 还有拍,已经拍摄的一些视频的素材等等 拍完的视频呢,打上勾的话就看不到了 这样呢,只会显示当下正在进行的 或者是有想法的一些视频 在生活里呢,我有记录我的化妆品 内容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大家想看任何一项详细的 记录方法的话,可以留言 留言多的,我会出详细的记录方法的视频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notion的简单介绍和使用方法 大家看完以上我的notion系统是不是心动了 觉得这个软件很万能,想尝试了吗 那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些notion和它的使用方法 那官网对它的解释也是一个all-in-one 就是一个非常万能的软件 它既可以记录,计划,或者是一个信息的整理 就是一个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 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协作工具 和我们常见的笔记软件 就是那种使用传统的笔记本 笔记,标签不同 它的主要构成呢,就是页面,编辑器和数据库 那notion呢,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呢 就有无限种的可能性 可以记录灵感,管理,目标,分配计划,整理规划等等 那首先来说一下页面 我们常见的笔记类的软件呢 一般都是笔记本和笔记这样的组合 那notion的页面呢,就是可以无限的叠加 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可以实现一加n的组合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写笔记 然后又可以套上另外一个页面 这些页面呢,又可以通过链接页面来相互连接 连接一些已有的页面 比如我这直接链接到我的视频 然后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打开 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如果我想返回原来那个页面的话 这里有一个返回 然后呢,就直接回来了 或者是呢,链接一些已有的数据库 就是我们已经建立好的一些表格 比如这里 这样呢,它就会直接显示 已建立好的页面 这就意味着呢,你在使用notion的时候呢 你可以将任何你想链接的东西 相互连接来互相配合着 进行任务的管理 接下来呢,就是block编辑器 那这个编辑器呢,是notion里一切的基础 那block呢,就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方块 一段文字是一个block 一张图片呢,是一个block 音频也可以是 那有时候你看到一些这个空白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是一个block 比如我的主页里边 这一段文字是一个block 然后呢,这个分隔线呢,也是一个block 然后小组件是一个 图片呢,也是一个 那这些block之间呢,就可以互相潜套移动 同时呢,这些block都是可以进行语法的编辑 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然后可以进行文字的调整 调整颜色 或者是把它转变成为一种 这种to do list也可以 那就可以随便进行移动 比如我把它放到最右边 或者是把它放到最上面 就是可以任意的调整排版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博客来使用 那有些设计师呢,也把它当作自己的个人的作品集进行排版 接下来呢,就是数据库 那notion里的数据库呢,一共有六种试图 第一种呢,是表格试图 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方格表 比较方便做数据统计 每一行呢,都是可以单独打开成为一个页面的 在里边呢,可以任意的加标签 添加更多的东西 第二种试图呢,是看板试图 这个呢,就可以进行任务的分配和分类 卡片的选项呢,是完全可以自定义的 那看板的分类方式,看板的筛选方式呢,也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第三种试图呢,是画廊试图 这里呢,就可以查看多张卡片的开头部分 或者是呢,一些简要的内容 第四种试图呢,是列表试图 可以查看某些关键的信息等等 第五种试图呢,就是阅历试图 可以在日历上呢,按时间顺序查看添加的一些内容等等 那最后一种试图呢,也是最近刚刚有的是时间轴试图 可以显示一个任务的时间段 那数据库呢,可以像我这样 把它当成一个block,插入到页面中的一个段落里 那也可以像这样,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 就像Excel一样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 它是不能再添加其他的block了 那在数据库的右上方的选项中呢 你可以对数据中的内容进行筛选 排序,搜索或者是隐藏 那Notion的功能真的是相当强大 但也因为强大,所以对于刚刚接触Notion的小可爱 可能会觉得很难上手 不知道从何下手 为什么调整的时候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页面里的页面到底要怎么弄 怎么调整文字格式 然后数据库又要怎么弄等等等等 所以呢,Notion的使用是有一定的学习门槛的 前期需要耐心的去了解使用 当你使用越来越顺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几乎可以完成你所有的需求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官方的模板库 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模板 就是在最左边的下面这有一个模板 在这里呢会提供很多不同样式的模板 在官方呢也有一个模板库 在这里呢会有更多的模板 如果你觉得自己模板做得特别好的话 你也可以分享到这里 那以上呢就是一个Notion的简单介绍 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讲 我是如何搭建属于自己的Notion系统的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在刚开始使用Notion的时候呢 我看过很多不同博主的使用教程 有的博主呢会把这一页笔记做得非常复杂 插入各种小组件等等 还有各种好看的图片 我不否认这是很好看的 但我觉得使用软件呢 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加高效 把大脑内存的信息呢 全都放入软件里做好整理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清空大脑来思考 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在正式搭建属于自己的Notion系统前呢 你需要思考 我用这个软件到底是需要干什么 解决什么问题 我的做法呢就是用思维导图 一股脑的把所有想记录的 想解决的问题都一个一个写出来 比如我以前会用手段本 记录看过的电影和书籍 会写遗愿清单 会在手机上写视频的脚本等等 那想解决的问题 比如是我的年纪化 常常不知从何下手 每个月没法很好的落实计划等等 有时候看不到年纪化呢 我就会忘了我今年要做什么 然后呢去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等等这些问题 那把我以前有的记录习惯 和所有需要记录的东西 想解决的问题都写下来 然后呢做梳理 这样呢一个基本的Notion系统构架就出来了 构架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用Notion来实际操作搭建了 那刚开始呢 就是最简单的页面套页面 如果发现适合的模板 就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再详细的加入自己需要的内容 比如读书笔记呢 我的习惯是记录作者 出版社和读完的时间 还有封面 然后进行一些这种 比较个性化的修改 一切都搞定之后呢 再进行美化 比如调整一下图标 加入喜欢的图片 或小组件等等 那我用到的小图标 比如这些页面的这种非常可爱的图标呢 主要就是来自于阿里巴巴的适量图标库 在这里边呢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关键词 比如输入工具 然后呢 找到自己喜欢的图标 然后点击下载 就直接下载下来了 修改的话 就是点一下这个图标 然后这里有一个上传图片 然后选择一个图片 选择你刚才下载的就可以了 那小组件呢 我是主要是在这两个网站上找的 第一个这个小组件网站呢 里边的小组件内容非常非常多 还有番线闹钟阅历的 比如我想加入一个番线闹钟 然后我点击进去之后 直接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回到notion中 比如我在这想加入一个小组件 然后直接选择这个插入 然后把刚才的链接复制过来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这个小组件就出来了 另外一个小组件网站呢 是这个 我的主页的最右边的这个小组件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网站 就是这个生活小组件 创建小组件 在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你想显示的内容 而且呢 还可以调整这个小组件的颜色 都选好之后呢 也是跟刚才一样的方法进行复制 然后把它粘贴到notion里就可以了 最后呢 再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使用这么长时间 notion的一个使用心得 第一点呢 首先notion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软件 真的可以all in one 虽然入门比较难 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越使用 越喜欢 有些小可爱呢 说只有英文版看不懂怎么办 其实需要看的英文非常非常少 大部分呢 是自己输入的 如果实在不懂的话 可以去notion的中文社区看一下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搭建notion系统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会犯的问题就是 看到某个博主的某个使用方法觉得很棒 就把自己根本从来没有记录的习惯的东西呢 放入了自己的notion系统中 可想而知就是花费了很长时间调整 最后呢 却一直空着 还产生了焦虑 所以呢 大家不用去追求主页的丰富 只记录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 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使用notion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 新来的小朋友也别忘了点一下关注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